2022选举年 县市首长选举 向传出民营党有力派出 是政务官来出征 总统发言人被点名 可能会出征花蕾县长 而经济部长王美花 则出战章话 现任县长跟王美花 平时展开所有的专业对面 提醒大家这一集 我们一定要和不同意 民进厂共同宣讲深入基层 总统发言人古拉斯 利用价值回到家乡 在花蕾部落与地方交流 但此举严报备与联校 只是因为要跟总统跟副总统 分进可及 因为其实他们两位也是很忙 有机会在休假的时候 就会宣讲四个公投案 政府的理念 所以其实我也是回到 我的家乡花蕾 那受邀回去才转达 那他们两位 在这四个公投案上面的立场 是真的没有参选 花蕾县长的念头吗 看看县党部文宣 古拉斯成了宣传招牌 就连自己的脸书也直言批评 现任花蕾县长徐真伟的核非料言论 积极动起来 难怪外界将他视为民进党 2022任花蕾县长大黑马 我其实从来没有想过要选举 所以其实我刚刚有讲过 回到花蕾 很单纯就是受邀 希望可以分担总统不总统的工作 先讲公投的想法 古拉斯节力逢热不过看看 花蕾长期蓝银铁票仓 民进党萧美琴驻美后 确实需要有人接受 另外张话也传出 民进党要派政务官抢放 这个电脑中央系统都过去了 现在要找谁做不知道 所以他觉得安全这个事情就很严重了 我们就做不去了 新进部长王美花蕾的政府立场 北中南各地宣讲 同样被点名可能出展张话 不过他个人态度保留 倒是另一位民进党政务官 西级备战 那同情和事 咱来共产党力 不同意 来共产党力 同情和事 不同意 对 行政院中复办公室执行长蔡培慧 请跑公投宣讲 为南投县长选举暖身 民进党公投平四个不同意 也借机在各地试水温 看看谁与地方最速配 记者最后报道 请进党